美国媒体爆料台湾或将复刻星链系统 野心暴露无遗 可惜它实力不够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当所有国家都在担心俄乌冲突的时候 台湾却在对俄乌战况进行逐真的分析 以汲取反抗作战的经验 近期有美国媒体爆料 台湾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 不过很可惜 他们的实力还不够 从俄乌冲突中 我们可以发现在无军中作用最大的就是无人机了 现在乌克兰已经可以使用无人机 直接切入俄罗斯后方 而为这些无人机指路的 恰恰就是美国的星链系统 但是提供星链服务的SpaceX公司 它毕竟是一个民营企业 一是它要利益优先 肯定不可能免费提供服务的 二是介入战争 那是要冒风险的 俄乌冲突中 星链系统虽然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费用 为乌克兰提供了支持 但那也是冒了巨大风险的 俄罗斯只是没有动手罢了 如果未来台海生变 美国的星链系统若是再参与其中 那我们应该是不会饶恕那家星链公司的 具体我们就不细说了 所以就算美台关系再好 台湾也不太可能直接获得美国星链系统的服务 这就难怪台湾当局想要拥有它自己的星链系统了 在此之前台湾所谓的国防安全研究所就曾经发布警告 说保持岛内的互联网畅通至关重要 如果大陆切断了台湾周围的互联网光栏 将会引起恐慌 对此台湾当局也就宣布 2026年台湾将会发射第一颗通讯卫星 准备搭建自己的星链系统 但是我们都知道 想要成功的搭建一个类似星链的地区性卫星通讯系统 至少它需要素食和卫星 台湾当局现在妄想仅仅使用几颗本土的卫星 就达到星链的效果 那是根本不太可能的 此外台湾和乌克兰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完全不一样 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从俄乌冲突中汲取的经验 在台海又根本起不到作用 首先不会有很多的国家会向台湾提供军援 虽然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离台湾很近 但是美国它会出手吗 看看那些由美国挑起的争端就知道了 美国它可以搞事 但它不会为了盟友牺牲它自己的 而且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岛 面积远比乌克兰要小 对外也没有陆路连接 如果台海生变 大陆只需要派遣军舰将台湾岛围起来 或者用远程炮火威慑封锁台岛 那外界的军援就进不去了 没有哪一个国家傻到 在剑拔弄张的炮火威胁下 还敢派遣本国的船只 携带着5G弹药创进中国的领海 那无异于是向中国宣战 不过台湾所谓汲取乌克兰的作战经验 其野心也就此暴露无遗了 近期他先是在金门海域冲撞大陆的渔船 又派肖美琴到处拉人 搞兵器推演 想方设法推演胜利的结局 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这些不断试探大陆的底线 无视大陆解放军一日再 再三的警告的举动 其结果只会加速他自己的自取灭亡 虽然在国际社会上 中国的形象常常是儒雅和水和的 但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问题 中国会是寸步不让的 不管美国的挑衅 还是台湾的野心 都不可能将中国的领土分裂出去 我们的最终目标 一定是国家实现统一的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